这是你的胃 空腹状态下 胃的容量约50毫升 只有一个鸡蛋这么大 胃的真实容量到底有多大 吃土了是真的装不下了吗 胃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能装 一旦有食物进入到胃里 胃可以快速扩大20倍 从50毫升一下增大到以前毫升 问为什么有这么强的伸缩能力 这得归功于胃域上的这些褶皱 褶皱展开 能让胃的表面积增加到四倍之多 从而使胃膨胀容纳更多的食物 胃每分钟会收缩三次 褶皱间相互摩擦和挤压 有助于将食物与胃酸胃液充分混合 形成食谜 然后通过幽门分批进入小肠 当胃中食物排空后 它又会恢复到原来的大小 但假如你不停地吃吃喝喝 超出了胃的正常容量 问题就来了 胃的拉伸会造成疼痛感 并刺激迷走神经 告诉你的大脑已经到达极限了 扩张的胃会拉伸奔门 这个扩约机导致其打开 引发恶心感 这时候胃里的胃酸和消化酶会逆流到食管 造成烧心反酸 同时还没消化的食物残渣 在胃内停留太久 就会产生大量气体和酸性物质 引发胀气等不适感 你平时都吃几分饱呢 欢迎迎和我们分享 这里是药丸研究所 关注我的人 都会长命百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